这次来说一下MATRIFY PRO高频PWM调光 这次来到2160Hz 所以我们在设定栏里面打PWM搜选就可以看到了 这次会有一个柱面显示 它会针对你的生理节奏来进行调光 比方说它抓到这个时间接近傍晚或者晚上了 色温会慢慢转黄 像这边有一个护眼模式 护眼模式是强制打开 像这边是设定成晚上10点 10点之后它会直接一下子颜色变黄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智慧之后 它会慢慢配合朝夕的作息的颜色慢慢转黄 这样子就会达到那个护眼模式的效果 这边还有一个蓝光过滤的程度 比方说我现在打开了全天启用 镜头上面应该是可以看得出 它的颜色会变得很黄 它调成最弱的话 它就会变得比较原始的颜色 一般我使用的话都是定时开启 大概晚上10点 然后到隔天早上11点 好现在这边看到左边的就是Magic 5 Pro 右边就是五年前的手机Mac 10 Pro Mac 10 Pro在当时也算是旗舰机 但是那时候的PWM没那么高 大概只有400左右吧我想 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Mac 5 Pro的那个频闪的频率会更快 然后Mac 10 Pro会比较慢 虽然说如果你以肉眼来看的话 我们是看不出来 可是实际上它真的会造成你眼睛的疲劳度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手机专业模式翻拍 就是因为我们肉眼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得出来的 如果你想测试你家里的手机到底是不是PWM是属于高阶的那一种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Shutter S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打开然后把它调低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进入一般手机照相模式翻拍的话 是没有办法拍出来的或者是录影模式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以目前的旗舰机来说 PWM都是往越高推越好 以现代人的使用手机的习惯都是长时间会对着荧幕 所以会造成你眼睛的疲劳 好 这次介绍PWM的部分就到这边